我们现在正是开始吧 谢谢大家参与 参与今天的CNCA晚宴会 今天的我们的题目 是AWS如何利用 Firecracker还有Firegate 在Amazon EKS里面运行 无服务器的Kubernetes Port 今天我们的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是CNCF的Developer Evangelist 首先很欢迎今天的演讲者 就是莫子源 莫子源是AWS解决方案架构师 正式开始之前先简单 说明一些今天的网言会的 大概参与的方式 简单来讲 今天的那个是外面的方式 就是参与者是无法 就是以那个语音沟通的 那么要是在都听等下的 那个演讲的途中 要是有问题 就是有提问的 可以使用里面的Q&A 就是提问的那个 就是把问题放在里面 那么在我们那个 往后的 就在后面的那个环节 我们有一个大问的那个环节 那么大概那个时间 就是演讲者会一起 处理大家的感兴趣的问题 另外Webinar 往后完成之后的 我们会把那个视频 跟那个材料 也会放到CNCF的Webinar 那个网站 另外也会在CNCF微信里面 来分享 好 现在我们欢迎就是 讲解莫子源 开始今天的那个演讲 谢谢 莫子源 时间交给你了 好的 哈喽 那个大家上午好 感谢来参加 这是CNCF的这个Webinar 那今天呢 我给大家带来这个topic呢 其实可能比较稍微硬核一点 是关于一个 Kubernetes的一个 serverless容器计算平台 那的介绍 里面包括了这个 AWS Firecracker的一个 虚拟机Hypervisor 和Amazon EKS 就是我们AWS托管的Kubernetes 以及相对应的 serverless的这个计算平台 Fargate 那我刚刚那个 主持人也介绍了 我是来自AWS的解决方案架构师 莫子源 那我在加入AWS之前呢 也一直比较专注这个 思有云 包括容器 Kubernetes 然后这个 OpenStack 这些的这个底层的 这些研究 所以 今天这块内容呢 可能是自己比较 擅长的领域吧 所以就尽可能的 跟大家 多介绍一些 这是今天主要的 这个会议程 那其实 在开始介绍这些 项目 开源项目 产品和服务之前 我会花一点时间 给大家补习一下 这个虚拟化和容器的 一些基础知识 这样便于大家更好的理解 同时呢 我会重点介绍 Firecracker 这个全新的 Hypervisor 以及Fargate 这样一个 Serviless的容器 计算平台 就是无服务器架构的 说你不用去管理 底层的这个服务器资源 同时Fargate 我们于去年 Reinvent 发布了一个 对EKS 就是Kubernetes的 一个知识 然后这一块 我会做一些介绍 然后因为CMVCF 是一个 开源的项目组织 那我也会介绍一下 围绕这个安全容器的 这个Runtime的一些 开源的这个方案和实现 包括AWS自己使用的 Firecracker ContainerD 还有一些 像比较流行的 TataContainer 以及这个Waveworks Ignite 甚至RustVMM 这样的产品方案 那Firecracker 其实它的这个单词的 中文意识 其实是一个爆竹 就是我们用的那个 燃放那个鞭炮 那AWS比较有意思 把自己研发的Hypervisor 都取得比较 名字比较带火药味 之前我们的EC2虚拟机 用的这个Hypervisor 英文名叫Nitro 它就是消机的意思 火药的成分 OK 那首先呢 我想先还是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是虚拟机 其实这个概念 我相信所有人 都应该已经知道 但是我今天可能想要强调的一点 就是说通常来说 我们的虚拟机 是指对一个完整的 物理计算机系统的一个模拟仿征 包括这个指令机的 包括指令机的部分 也包括周边的这些外设 从这个鼠标键盘到显示器 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 这个Firecracker呢 会和通常的虚拟机不太一样 我们一般叫它叫做这个 Micro VM 就是说轻型虚拟机 它呢并不是对一个 这个计算机的一个完整的模拟仿征 它只模拟了运行这个容器 或者其他这个无伏器计算的任务 所必须的这个组件 一会我会具体介绍 那Firecracker呢 其实它是属于一个VMM 也叫Hypervisor 是对这个提供这个虚拟机抽象的 这样一个应用软件 然后其实这个虚拟机和虚拟化技术 有非常长久的历史 早在这个 这个可能六七十年代的 这个大型机UNIX就有 然后直到这个2000年左右 那Winwell和Zen 才把这个这项技术呢 带到了X86环境 得到大规模的这个使用 那到如今呢 绝大部分主流的这个虚拟化技术呢 都会采用到一个 基于硬件辅助的 这么一个虚拟化的技术 包括最为流行的这个 QMU KVM HyperV 就是Windows上使用的这个虚拟化环境 那同时AWS呢 自己也实现了两个这个Hypervisor 一个是Nitro 就是我们的EC2使用的这个虚拟化环境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介绍主角Firecracker OK 那 那接下来呢 我会先来介绍一下KVM KVM现在已经成为这个虚拟化的一个绝对的一个主流的技术 尤其是对各个云平台而言 那它其实是Linux操作系统大概是2.6.20这个版本之后 Linux里面内建的一个虚拟化的一个 Hypervisor的一个工具集 那可以通过这个KVM呢 轻松构建自己这个Hypervisor 那它相对于Zen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虚拟化技术有很大的不疑点是它没有这个 它借助这个现代化的这个CPU像类似VTX这样的技术 提供了一些这个特权指令的这个实现 然后减少了大大降低了对这个就是传统虚拟化对Hypervisor的这个依赖 而且它也没有完整的一个PVE的一个实现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我不再需要去修改这样一个GAST 就是说虚拟基因面的操作系统来使它能够实现这个虚拟化 那像Firecracker这样的Hypervisor 它会通过就是VirtIO这样的驱动去实现这个PVE PVE就是半虚拟化 半虚拟化能够提升这样的IO的这样一个速度 然后还有一大好处呢 它把设备的这个仿真 设备仿真就是模拟这个键盘 鼠标啊这个USB啊PCI这样的硬件的这个功能呢 交给userspace的一个进程去实现 通常使用QMU这个工具去进行仿真 这也是目前开源卷最主流的这样一个方案 那AWS呢并不是基于这样的开源的 QMU这样的开源的模拟去实现的 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问题 我后面也会讲到 那我们构建了两个不同的Hypervisor 那Nitro呢是把这个设备的仿真 offload到了我们专用的一个PCIe的这样一个硬件卡上去实现 那今天要介绍Flycracker呢 它呢就是也不太一样 它是什么呢 它是只仿真了这样一个最简单 就是说运行这个容器 所必须的最基础的这个硬件设备 比如说Vertile的驱动 包括网络就是快存储的磁盘 还有Socket用于通讯的这样一些最基础的硬件 那它是基于这个开源的CrossSVM项目上面进行开发的 CrossSVM会负责跟这个KBM交互 然后设备的仿真 还有一些特权指令的这个响应 会由Flycracker这个VMM去实现 OK 那其实前面的这些知识可能稍微有一点晦涩 没关系 这个容器这一块大家应该就相对熟悉一些了 它其实也算一种虚拟化的一个技术 只不过我们通常说它是一个operation system level的这样一个技术 虚拟机这种传统虚拟化是system level的一个技术 那它其实可能大家不一定了解的 就是说它其实也是有几十年的这样一个历史来可能从六七十年代 就有了最初的雏形就是searchroot 它是能对不同的操作系统用户这些目录空间的这样一个隔离 在后来发展到FreeBSD的Gel到OpenVZ OpenVZ在早期的时候一些VPS的供应商那儿非常流行 然后在Linux上的LXC容器到现在使用的这个LibContainer 那DockerLibContainer的话提供了六种不同的隔离的技术 那其实已经相对非常成熟了 同时其实Docker以及ContainerD CSF的ContainerD项目的这个出现 其实非常重要的是它大大的推进了这个容器技术 这个普及简化了容器的这个生命周期管理 同时建立的这个OCI包括后面的这个CR也形成了一套标准的这个容器操作啊 包括镜像之类的一个规范啊 所以这几年的这个容器可谓是大红大紫吧 OK 那其实这张图前面内容刚刚说了就可能比较抽象一点 那这张图呢 我就是我比较直观的把直接在服务器上裸金属的这种方式运行和训练机 然后有容器这种方式运行一个应用的这个层次 那划出来了 其实在直接服务器上直接部署 那其实大家就通常知道也必须也面临到的问题 就是各个应用之间会存在这个资源的这个相互抢占 更难更麻烦的是很多依赖甚至是相互冲突的 我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解决这样的依赖问题 所以对于现代化的这种复杂的IT环境来说 尤其是微服务架构下这个环境 那基本上以这个裸金属方式去boost应用是不太可取的 就是非常麻烦 难以运维也不太利于这个快速迭代 那虚拟机其实就是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一个隔离环境 那每个应用它享受自己独立的这个操作系统 独立的内核 然后你可以有独立的这个依赖的依赖库环境 那容器呢 它的隔离力度要低一些 它会去跟虚拟机不同事 它会去共享内核 那这样也是带来了一定的这个风险 那一旦出现这个就是应用的一些操作不当 导致的这个泄漏或者说内核的这个崩溃 都会造成很严重的这个影响面 那容器和虚拟机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不同方面去比较 一个是资源隔离的这个级别 那容器的隔离力度要远远低于这个虚拟机 那同时呢 它所暴露的这个攻击面也更大 这是很多比如基于容器的这个云服务商 那它不支持在容器里面运行S-Trace啊 这类的这种命令 因为有为了这个有潜在这个安全风险 那它会屏蔽一些系统级的这个调用 那当然好处也很明显 就是说它有非常快的这个启动速度 适合这个敏捷的这种应用场景 然后有非常非常低的这个开销 那基本上在以前像FlyQuacker这种轻量级虚拟机诞生之前 那在一台服务器上运行数千个虚拟机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那OK 相应的虚拟机呢 其实比较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刚也说了不共享内核 那其实故障欲也就隔离了 而且就是说虚拟化的稳定性也是非常的这个高 基本上如果没有这个很剧烈的这个工作复杂的情况下 那一个虚拟机能稳定运行几年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所谓serverless的计算呢 就是说我们在云原生的这个环境所倡导的一种计算模式吧 它是基于无服务器的方式去搭建的这个计算平台 就是说你作为这个用户 我就专注于我的应用的开发就好了 不再去把这个精力从运为这个服务器管理服务器中间释放出来 但是我们想要做好这个serverless的这个计算呢 我们其实需要一个新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环境 去承载这样的这个像容器docker这样集装箱这样的这种应用 那其实Firecracker呢就成为我们为了打造这样一个全新的serverless的这样一个计算平台 所从最底层开发的一个这样一个hypervisor 那它能够去适应任何这个需要现代化的现代化容器化的这样一个应用 serverless的计算呢 其实总结起来主要有这个平台主要有三方面的这个需求 第一个是安全性 因为一旦使用serverless那整个的底层的这个计算环境服务器这些资源都要交给云服务 托管的云服务商去打理 那这样的话它的安全性就相当于要云服务商去提供保证了 而且对于AWS这样的云服务商来说永远安全永远是摆在所有的需求里面摆在第一位的 因此其实传统的这种容器的这样的隔离技术可能就不能适应这个严苛的这样一个安全需求 同时serverless的这个工作负载呢 它往往可能是弹性的 有时候甚至只是比如像AWS Lambda这样的计算平台 那它的很多这个计算任务呢是事件驱动的 那可能一个事件就是一个web的一个点击访问 那它可能处理的时间呢只有几十毫秒 所以你必须要做到这种毫秒级的这个启动 才能最大限度的去利用它的这个资源 同时serverless呢因为这个不同的这个计算任务 它的这个运行时间的这个不确定性 它的这个资源的这个如何高效的利用 也是成为了一个比较难的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样实现好这个资源的毁步 提升这个利用率 从而降低这个成本 实现资源的最大复用 就是比自己脱管服务器的方式 节省成本 也是这个serverless计算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课题吧 OK 那基于这样一个背景的 AWS就是设计这个firecracker 那它是为容器工作负载专门构建的一个开源的一个hypervisor 那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抽象的一个架构图 那firecracker虚拟机呢是跑在这样一个x86的一个裸金属服务器上面的 那在firecracker里面呢 可以运行直接以这个 就是说直接当做一个普通的虚拟机去运行操作系统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也可以运行像serverless的这样的这个容器任务 我们有一个叫forgettask的东西 还可以运行像lambda这种函数式计算的这样一个function 那也可以直接运行这样一个容器 那在一台服务器上呢 我们可以这个去同时运行数千个规格不一样的这样的轻量级虚拟机 我们叫micro-vm 然后这些micro-vm呢 是通过基于kvm的这样一个硬件的虚拟化技术去做隔离 从而保证多租户的安全 那这张图呢 就是说相当于我们一个micro-vm内部的一个 其实一个大概的一个实例 那其实每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每一个运行的一个应用呢 它其实都是享有这样独立的一个gasOS 因为它还是一个虚拟机 那这些应用呢 你可以直接运行在虚拟机上 也可以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方式 把它运行在容器里面 没有问题 那每个应用之间呢 都是通过虚拟化的方式去做的这个隔离 那hypervisor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firecracker 总结一下 那firecracker在这个无符计算的这样一个成绩下的这个优势 第一个是安全 安全我们一会儿会详细的介绍 第二部分呢 是这个速度 因为它是一个轻量化的虚拟机 这样它的启动时间是非常非常的快 那我们可以看到单个vm启动时间只有4毫秒 那算上这个操作系统的这样一个引导时间的话 也不过125毫秒的这样一个时间 那相比于这个容器呢 并没有很大的 就并没有多少这个overhead和劣势 但是比起虚拟机动辄分钟级的这个启动时间 那是快了非常多 因为像 OK 那最后一点呢 就是它是一个能够适应 AWS云这样一个环境的一个 能够在大规模环境下产生效能提升经济效益的这样一个技术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overhead 它内存的overhead其实只有5兆 然后 每台实力像在AWS的i3这样的 biometer机型上呢 能够同时运行4前台 这样的轻量级虚拟机micro VM 那这是Fivecracker的一个整体设计 那每个micro VM呢 可以是任意的CPU内存的一个配比 它对于操作系统来说呢 它只是一个用户空间的一个进程 那由这个操作系统 宿主机操作系统的内核去做调度 这个与其他的KBM的虚拟机是一致的 右边这张图呢 是它大概的一个架构 其实架构上非常简单 就是实现了简单的这个Givertile的网络和存储 然后会有一部分的这个read limit 这个线流的这么一个这个功能 然后还有MetaData提供一些MetaData元数据的这样一个特性 然后我值得一说的就是说Restful API这一块 Restful API这一块 其实大家如果熟悉传统的KBM的虚拟机的话 包括Zen大家会知道一般的这个 与这个虚拟机就Hypervisor这个交互是通过Libvert这样的这个SDK去这个库去访问 还有使用XML这样的复杂的这样一个编排文件 那它相比于现代化的这个Restful来说会显得非常的笨重难用 那Restful这个API其实就提供了为管理这个虚拟机提供了很大的一个便利 那我看到有那个有这个参会者提了这些问题 我可能会在CartaContainer那部分 我会在最后做一个对比和介绍 包括这个UniCurnal啊GViso啊这些都会有 然后Firecracker在裸金属上运行会遇到什么限制 这个不会有任何限制 好吧 大家有问题的话 我在后面会留出专门的这个答疑时间 那最后 我大概简单说几个Firecracker的功能特性 第一个是它是G-RUS运营开发的 然后它是通过Apache 2.0许可证去完全开源的一个项目 同时呢它能够良好的支持这个资源的超分 还有一点我刚刚没说的 就是说它除了这个Bootstrap很快 它的这个从snapshot恢复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这个就对函数式计算特别有用 同时它的启动速度也非常快 每秒钟可以启动150多个这个虚拟机 OK 那接下来呢 我会其实重点介绍一下Firecracker 是如何提升安全性于这个资源利用率的 它是怎么实现的 其实容器在容器的这些安全隐患可能大家比较熟知 但是其实即便是使用虚拟化的这个技术 那其实也面临了很多的这个安全隐患 虚拟机也不是真正安全的 就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 大概1516年那会儿爆出一个很大的一个 关于Qm的一个漏洞 那这个叫毒液漏洞 那可以利用这个漏洞呢 虚拟机会发生这个逃逸事件 就可以访问到在同一台宿主机上运行的 其他租户的这个虚拟机的这样一个资源 而这个漏洞呢 竟然是由一个软盘的 对对就是那个三十年前大家用的那个软区的控制器 仿真这么一个软区控制器的存在一个缓冲机泄漏的一个 溢出的一个bug导致的 那这个就是其实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一个事情 因为对于线大化的一个IT应用 它其实根本就不可能需要用到软盘这样一个硬件设备 但是呢 Qm它号称是可以仿真任何的这样一个硬件设备 那它也提供了对软区的相应的这个支持 但是呢 提供支持的背后呢 其实并没有给我们这个真正的拥户 带来什么这个价值 反而呢 造成了很多这个漏洞的这样一个隐患 那当时我是去维护了很多open stack的这样一个资源池 那我们不得不去打pad 一台一台服务器去打pad 打完pad还得告诉那个客户说你们必须重启一下服务器 然后重启一下虚拟机来预防这样一个漏洞 其实这个是不是很让人接受的事情 而且就是这样的漏洞其实也是每年都会有频繁出现的 那基于此呢 因为QMU在这个其实开源界的安全的口碑其实不是太好 那AWS就直接从最底层的开始直接用RUS的语言开发了一个全新的VMM和那个Firecracker 那了解RUS语言人都知道它是一个内存安全的一个语言 它可以显示的就是说标记每部分是内存是safe或者unsafe的 这样如果是safe的话 那如果这一段代码存在任何这个访问越界的这个可能性 那它都是编译不过去的 那我们利用这个feature呢 就开发了它的WordIO就是磁盘网络IO和内存模型这一部分 那这一部分呢 其实就没有这个缓存区溢出这样的风险了 从根上避免了 同时它提供了一个简单且高效 而且的一个并发控制的特性 那我们利用这特性来开发了VCPU的线程 那包括IoWorker的这一部分 同时呢 它的垃圾回收跟购源不一样 它是手动管理 那对于Hypervisor这种对性能要求到极致的应用来说呢 那肯定是手工管理内存是最合理合适的 同时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这样一些设计来消除安全隐患 其实最典型的就是说我们仅模拟了非常少的这个 就是仿真的非常少的这个device model就是硬件设备 它就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支持的这个键盘就只包含了一个按键 就是开机关机键 因为其实我们正常与容器的这个交互 其实并不需要依赖这样一个键盘的 同时消除了Gas的host的GasOS和host的kernel之间的这个直接交互 那不同的虚拟机进程之间呢 我们也其实实现了一个基于Secomb 一些Gel的技术实现了这个杀箱级的这个隔离 这就是大概的一个示意图 大家可以看到中间上面这部分MMRO是memory mapping的这个IO 那比较现代化一点的还有高性能的这个设备呢 都会使用这种方式去与这个操作系统去营销户 就是把这个设备的设备空间映射到这个内存地址空间 那我们用这种方式基于这个KVM最主流的这个WorldIO的一个半虚拟化的技术 实现了快层属和网络 那分别对应到宿主机上面呢 就是一个Qcon2的这个文件和一个Tab 就是二进制的这样一个网络访问的一个巨饼吧 这个其实跟KVM是一致的 同时对于像串口 像我们的那些键盘时钟这样的传统的这个硬件设备呢 我们是采用PIO的方式 然后去在FileCraft上实现了这个device model 那因为我们只模拟了有限的这个设备 就基本上就是图中这样一些设备 所以这个FileCraft会非常简单 非常轻量级 同时我们也实现了 在对于这个VM和VM之间 使用KVM做一个虚拟化的边界 同时在宿主机操作系统上也做了这个 GCamp和Jala的这样一个隔离 这样呢就是说提供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保证 接下来呢我介绍一下这个Fugget 就是AWS的无服务器容器计算平台 OK Fugget呢我们有两个 其实有两个产品线 一个是针对Kubernetes的 就是托管的Kubernetes EKS 这个是去年刚刚发布的 同时呢更早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在ECS上面 就是AWS的自己开发的这样一个容器编排的平台 用的都是Library 都是AWS自己的这样的服务 有点类似Docker Swarm的这样一个编排的平台 那其实上面运行Fugget也非常长的这样一个时间了 我们所以这方面有两个版本 那今天我们介绍只是Fugget on EKS 这是我们 这是亚马逊的这个CTO Warner Walgers博士 那他对于这个Fugget的这样一个定位 其实他 其实我们开发这个东西的这个需求呢 其实都是源于这个用户 我用户希望其实我们用户作为开发者肯定希望我专注于写我的代码 然后让代码跑起来 运行能够快速的去部署发版就行了 其实并不需要去操心底层的这个服务器的资源的这个管理 还有一些复杂的这个配置 那这些东西呢 其实去就去交给这个Fugget的去完成了 那Fugget它总体上的一个设计原则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刚才也说过安全一直是 AWS是首要的东西 首要的头等大师 保障客户工作负载的这个安全 接下来我们才会考虑 就提供这个就是云原生的这样一个可靠性和可伸缩性 这个也是说云 这个云相对于传统的这个unpromise 这个最大的这样一个优势 那最后呢 我们达到这两点以后呢 会希望不断的提高这个资源利用率 这样和运行效率 提高资源利用率 那我们就能降低这样的成本 降低成本以后 我们就能够以更低的这个价格去回馈最终的用户 我们其实大家要了解Fugget的话 也会发现我们在引入了Fugget这样的技术以后 价格会会做相应的这个降价调整 OK 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下这个Fugget on EKS 那EKS我今天不会过多的介绍 我大概说一下这个选择这个AWS托管的这个EKS运行公司的一个优势 第一个它是适合生产工作负载的 那不管是控制平面还是数据平面 我们都是遵照这个多个可用区 三个或以上的这个可用区 做了一个高可用的一个设计 同时呢我们提供了一个SLA的一个保证 然后我们还有很大一点不同的就是说我们是对Cubernetes这个环境的任何的这个改动都是会提交Upstream到上游社区的保证与原生的Cubernetes一致 因此我们有大量的OSS项目的这个控线 那包括大家平时用的这个网络啊或者load balance 但是应该都可以去看到 同时更多的这个好处是能够与AWS很多原生的这个功能去做集成 比如使用IAM去管理去集成这个RBIC去做这个身份权限的这个管理 这是使用EKS的几大好处 那这个是EKS的整体的一个架构 上面是其实是master node的部分 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图的这个下部分 那对于生产上的工作节点呢 其实我们就有三类了 一个是你自己管理的这样一个work node 我们叫Imanaged node 还有一个呢由AWS管理的 那能够方便的一键升级的这样的托管的work node 那这两种呢还是传统EC2的方式 这在EC2上运行容器的这种运行泡的这种方式 那对于右下角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发给的进入模式 在这个模式里面 你不再能够看到EC2的这样一个虚拟机 你也无法访问到 是个完全托管的 你不需要管理任何work node的一种 serverless的运行方式 那这是选择发给的去运行我们的pods的一个 几个比较大的好处 一方面你不需要改变任何现有这个pods 它能够兼容 百分之百兼容 Cubernetes上你已经运行的工作负载 工作流 然后跟这些服务区协同工作 同时呢我们能够 以最快速的时间 因为它不用再启动新的这个work node 所以你可能可以以一个非常快速的时间去启动这个pod 而且这些pod呢是可以跨可用区高可用部署的 那每个pod呢也都足够 也都是享受这个firecracker这个虚拟化带来了这样一个安全运行 安全隔离的这样一个环境 然后因为我们能够快速的启动pod 那我就可以让这些业务变得完全的弹性化 然后这些pod呢也会按照实际所消耗的资源去付费 其实就是一个秒级的一个计费 同时网络和安全这一部分呢 与之前并没有变化 那我们的每一个pod呢都能享受独立的ENI 就是我们的独立的这个网卡 享受这个安全组带来的这个隔离 所以网络和安全这一块也不会有任何的这个体验上的变化 这是大概的一个架构 这边我大概就快速过一下 这是一个控制平面 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如果我需要运行发给的这样一个pod的话 我需要定一个profile 然后定一个schedulelame的一个label 那么通过这个label呢 我们会去选择不同的调度器 默认调度器呢 还是EC2这种方式 那也有发给的新的一个调度器 那可以以serverless的这样一个方式去调度运行 启动这个pod 同时监控这个pod 提供这个运行报告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介绍一下 这个刚刚说的是 刚刚的图是控制平面 那接下来会讲一下 使用firecracker运行容器的这样一个数据平面 那这个数据平面的项目呢 它也是一个开源的一个项目 首先firecracker呢 能够运行firecracker上呢 使用firecracker呢 能够降低这个数据平面的开销 那在以前的这个方式 运行方式呢 每一个pod为了实现这个虚拟化级别的隔离 因为我们需要单独启动一个ec2 然后在ec2里面再去部署 AWS的这个forget agent 起到一个类似docker engine的这样一个作用 那其实overhead会比较大 因为即便是forget的一个agent呢 它所占用的这个资源消耗也会要比也会有一定的这个资源开销 那有了firecracker以后呢 forget的agent可以拿到这样的宿主机上面呢 那对于每一个pod里面来说呢 那每一个micro vm里面呢 只要运行这个容器 自己的这些pod容器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那forget agent刚说拿到了这个宿主机上面 这样的这个overhead就资源的开销就变得很小 然后同时也实现了一个多住户的一个功能 同时呢 同时呢之前的这种方式呢 因为大家知道ac2的这个实力的这个资源 其实规格是比较有限的 那使用firecracker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灵活的运行不同大小的这个容器 然后把它们混布在一台服务器上 这样呢就能提高这样的利用率 那像右边这边绿色的这个剩余空间 以前可能就没有办法利用到 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利用起来 去运行其他新的这个容器 这样就提高了这个资源利用率 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这个成本更低 从而回馈这个客户 OK这边会讲一下这个一个firecracker containerd的一个实现原理啊 那传统的这个方式呢 我们会在虚拟机里面运行 比如像docker engine或者在aws上 包括fogget1.4版本之后呢 我们会使用fogget的agent的作为一个provision 然后它会去与containerd做交互 containerd呢会有一些shim 然后最终启动容器的呢 是一个runc的这样一个容器 这是传统方式 那在新的dataply里面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把这个containerd这一部分呢 其实拿到了这个虚拟机的外面 那看右边这张图 那像snapshotter 大家熟悉containerd的话 会知道就是给这个用来给这个容器提供这个镜像的这个功能的这样一个模块 那它可以以这个device model或者device mapper或者是native的方式提供镜像给container 这部分拿到了外面 运行时呢我们也拿到了外面 然后这个部分也做了一些修改 使得呢我们能够把这样一个vm linux的这个一样一个elf的一个color镜像 打包上一个queencon2格式的kvm的虚拟机镜像 来提供这样一个micro vm 也就是gaps的os 然后这个firecracker的runtime呢 和虚拟机内部的一个firecracker的agent呢 会通过套接字 就是vertio的vsoc套接字进行这个交互 这样我们的这些运行runc容器的这样一个请求呢 就能够被正确的转发到了容器内部 然后还是通过runc的方式去启动这样一个容器 那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把这些组件都拿到虚拟机外部以后呢 那overhead就会变得非常小 这是为什么我们其实一个micro vm只有5兆的这样一个overhead的这样一个原因了 那这一部分内容的详细的介绍呢 大家都可以在github开源项目中去看到有详细的这个文档介绍 OK那firecracker是我们AWS自己的一个实现 那也是我们就是我们在eksfarket上使用的一种方式 那对于社区呢 其实katacontainer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这样一个项目 这一块呢 我就会介绍firecracker和katacontainer这样一个关系 那如果关注katacontainer的朋友可能了解到在1.5版本之后 那katacontainer呢 它有两种不同的runtime的 一种是传统的这个基于Qmukvm的这样一个runtime 那刚刚我说了也说了它的不一样的地方 它可能有一些 它因为不是针对serverless原生的一个hypervisor 那它可能overhead会更大 同时有一些安全隐患 但是呢它相对于firecracker 它能够实现的功能多一些 所以就是说你可以使用firecracker作为runtime 也可以使用Qmukvm作为runtime 但是有部分的这个CLI的这个feature 可能使用firecracker实现不了 因为firecracker模拟了 仅仅模拟了比较有限的这个设备和硬件 那其实从这张价格图上大家就可以看到 就是katacontainer它其实本身并不直接提供这个虚拟机 它依赖firecracker或者Qmukvm 那更多的它是一个containerD和这个 针对虚拟之间的一个中间件 那它也会负责去构建这样的虚拟机的这个操作系统内核啊 镜像啊这些部分 这个是katacontainer和firecracker的这样一个关系 但是katacontainer其实会相对比较复杂一点 那它的overhead可能要比firecrackercontainerD要大一些 就是大家当然好处就是它兼容这个CLI兼容OCI 那firecrackercontainerD这个项目目前还不完全支持这两个标准 所以就是各有取舍吧 那还有一个叫waveignite的这样一个工具是由waveworks开源的 这个的工具呢 其实就是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vagrant 它其实是类似vagrant的一个虚拟机的一个工具 但是它提供了跟Docker几乎一模一样的这样一个体验 它能够支持这个Docker的这样一个镜像 但是呢会以一个firecracker虚拟机的这样一个方式去运行 那就是说它并不是在firecracker虚拟机里面通过runc啊 或者是kataruntime去起这样的容器 它还是一个虚拟机 但是它呢兼容类似Docker 提供类似Docker这样的一个API 然后也能够兼容Docker这样的镜像 最终很好的弥补了vagrant的这个部族 因为vagrant它是不兼容Docker image的 然后对应呢 还有一个类似Docker Compose的一个编排的工具叫Footlose 那firecube呢可以利用ignite启动的这样一个firecracker的micro VM 快速的构建一个kubernetes的一个集群 这是上面的这个大概的一个架构 然后最后两分钟我大概总结一下吧 其实可能因为今天时间稍微有点赶啊 我大概说一下就是现代化的其实这样一个 也发布了这个VSphere 7发布了Project Pacific 这样的项目 刚刚我们也介绍了CataContainer 把这个系统的这个system call去截止掉 然后放在sandbox中去运行 采用了一个不同的一个思路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uni kernel这种微内核的方式也是比较主流 比较流行的一个方案 它就是只打包你运行应用所必需要的kernel的这个模块 从而减小这个攻击面 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其实现代方案非常多 但是其实AWS Firecrack是这些方案里 我觉得其实做的最有竞争力的一个之一吧 怎么说呢 第一个它是在大规模的这个生产环境上是得到了验证的 然后同时呢 它是没有基于任何现成的这样的hypervisor 是从零打造了一个专用的一个hypervisor 非常抢眼的这个数据 同时也是开源的这样一个项目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像Wayworks Ignite一样 就是也去尝试这个firecracker 把firecracker当作一个选择方案之一吧 然后同时呢 我在介绍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项目 因为我刚刚开始也说了这个firecracker 只是针对serverless的工作负载 那我假设我希望也获得这样firecracker 这样的一个高安全性 但是我能够适应其他更通用的这个工作负载的方案 有没有呢 有就是通过这个firecracker项目 我们AWS又速化了另外一个项目 叫RaaSVMM 它把虚拟化里面用到的不同的这个功能模块 像乐高一样 你可以以这个插件的形式去组合起来 比如firecracker不支持PCIe 那你需要PCIe的话 你可以找一个PCIe的一个模块把它拼起来 那包括国内的很多这个 有商包括这个像英特尔这样的公司 也都参与到了这样一个项目 你可以通过这个项目 打造一个安全高效更通用的一个hypervisor 那同时如果大家对这个firecracker 因为其实我刚刚介绍都是 很多都是理论部分 如果想动手实践一下 我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URL 就是我会有一个hands-on的一个lab 里面有好几个实验 大家通过实验就能够更直观的感受到firecracker这个技术 那如果想使用这个体验这个Amazon EKS on Fargate的话 那只需要去注册AWS这个账号 然后通过EKS卡头这样的一个命令 就能够很快创建一个支持这个Fargate的这样一个EKS的一个环境 我今天的内容大概就到这儿 然后我去做一下这个答疑吧 用最后 对谢谢紫园的很精彩的演讲 紫园可能现在时间还有一两分钟 这样子你可以先看看Q&A里面看看有哪一些你能选择回答 谢谢啊 好的 那第一个问题是Fargate上不支持ContainerInsight 这个是我们最近的一个发布就在前几天不到半个月之前 半个月或者最多一个月之前 最新的Fargate的1.4版本支持了ContainerInsight的监控 它是通过那个在那个就是ContainerD下面在新增了一个Shame 专门用于监控的 然后实现的 然后CataContainer的对比 我们介绍了其实定位不太一样 那FarcrackerContainerD 是一个Farcracker专用的一个类似ContainerCataContainer的东西 这个是不太一样 然后OK 下一个问题BottleRocket 大家提的这个问题都非常的高大上 BottleRocket是我们提供的一个操作系统 那其实是Gas的OS的东西 Farcracker这个是一个Hypervisor 那Hypervisor和操作系统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我们的如果你想运行 比如说运行Ubuntu或者运行ArmorLinux 或者运行这个BottleRocket 你需要把这个东西和这打包成一个QCOQCon2格式的一个镜像 同时把这个Kernel打包进去 又会有一个Kernel文件是一个ELF的一个文件 那有了这两个东西以后 我们就能够启动不同的Farquire 去启动不同的这样一个操作系统 那BottleRocket和比如Ubuntu CentOS这样操作系统区别在于 它是专门针对容器工作负载 去设计的一个操作系统 它是基于ArmorLinux去开发的 方便的运行你的这样的容器的工作负载 去做Rolling的这样一个Upgrade 或者Donggrade 好吧 有一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只能回答到现在了 谢谢紫元还有大家自己的参与 今天的那个材料还有录录像 我们会在CNC的网站发布 另外也会在微信 CNC的微信里面把材料还有视频也会发布的 其他大家往后也能自己参与CNC的网络研讨会 希望大家很喜欢今天的这个环节 谢谢大家 拜拜 好了 谢谢大家 拜拜 OK Kristen, we are ready to stop the recording Thank you